演艺圈前规则 郭玉琴恨输六位数片酬给谢祖武 郭玉琴 左 校说是来跟谢祖武要钱的 图 记者陈明安社 2001 18306 校园热血励志电影王牌教师麻辣出基金 6日举办杀青宴 王牌教师谢祖武 睡众演员郭玉琴 绿茶 宋少青以及年轻演员陈牧 杜季祥等出席 现场宛如麻辣同学会 不过郭玉琴却是来者不善 这次郭玉琴特别回郭演出万人美丽角 更爆料是抱住跟谢祖武讨片仇的心态来的 他回忆说 昔日演出麻辣电视版时 因为是第一次演戏 以为演戏时有一些潜规则 要跟通剧前辈演员打牌 也因此在排气空荡时 当谢祖武吆喝一起打突克牌就必须玩真的 没想到很多级的片酬 就这样被谢祖武给赢了去 累积下来大概有六位数 因此大句说看到谢祖武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请谢祖武把之前赢他的钱还给他 但谢祖武表示 他只要赢贤就会请剧组吃饭 所以根本没有按起来 也透露自己打从18岁开始打牌 只要赢贤就一定会请大家吃饭 他也得意表示只要打牌就会赢贤 甚至参加过比赛 认为打牌只要逻辑清楚 算出别人手上有什么牌 赢钱其实很容易 马拉仙师新旧班底齐聚 图 记者陈明安设 2001-180306 谢祖武在现场也对于昔日马拉班底相信因病过世感慨万分 对于外面形容是马拉魔咒不以为然 认为这只是巧合意外 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联想 绿茶则回忆自己第一次拍电视剧就被导演骂 没想到这次第一次拍电影 只是当福利社老板 还是被导演骂 笑坏众人 谢祖武则说导演张哲书就是爱骂人 这次除了拉拉队那些美女 其他人都被他骂过 也包括自己 王牌角师马拉出击描述一位自我放逐的王牌老师雷哥 谢祖武士 在他的带领下 重建颓迷已久的高中棒球社 彼此间互相大气 互相扶持的故事 电影还特别找了前职棒投手杨琪嘉阳教练 来为年轻演员加强体能 以及指导一些投球 打击 跑累的训练 很多人在过程中都不小心挂彩 但他们却都不喊痛 十分敬业 电影预计暑假当上映